就是有關為什麼U18 我們的女排帶了不能上場的兩位選手 國手去 而且就是主力選手 去了之後又不能上場 影響了整個球隊的士氣 那外界就質疑說 我們的排血是否不了解整個最新的規則 U18 U16 U15都一樣 17 他就是只能一次 那這個規則大家說你是不了解嗎 為什麼還讓這兩個選手去 那結果呢 你們跟我回答說 都知道 你們去年11月就知道了沒有狀況外 那只是要讓 那兩位選手去 不是當加油團 是去當在見習 署長是真的這樣嗎 是的 是這樣子 你相信了排血的說法 我相信排血的說法 你相信排血 那我們來看藍血 藍牌 藍牌在3月28到4月5號 也發生同樣的狀況你知道嗎 知道他不能下場比賽還是讓他報名去的 因為他們都是在同時在做培訓的 來 是這樣子嗎 來 我看一下來 這個是 亞洲排血官方網站 有關藍18排的一個專業 當時我們 當時我們 給亞洲排血的 這個排血的 隊長是焦玄城 我們派了16位選手去 你們也一樣說 四位是不能上場的 四位只是見習 去增加經驗的 結果我們在第一場對中國 3月28號要對中國比賽喔 這是3月27號的官方網站 注意看一下 第20號的那個球員叫做焦玄城 就是不能上場的 這是12個人的名單 真的是這樣子嗎 署長 你再回答我 你相信排血的說法嗎 這是12個人的正式名單喔 在比賽的前一天 在亞洲的官方網站的上面 你這樣突然問我這個我沒有辦法回答 好 再看下一頁 換人了 換人了 在3月28號第一場下場 要跟中國的代表隊比賽的時候 我們換了隊長叫黃世斬 我們又補了一個球員上去 如果說 如果說排血早就知道規則了 他怎麼還會讓 焦玄城當隊長 還是12個先發球員之一呢 那個有沒有 組長我不為難你啦 你剛來 那個組長你知道嗎 你跟這些協會是最清楚的 為什麼會這樣子 你了不了解 這裡面有人說謊啊